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溥仪看着弟弟的女儿 知道关东军的阴谋落空了 终于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段消息的日子 谁料没过多久 弟媳撮鹅号又怀孕 溥仪又开始惶恐不安 老办法 每天都算卦 想推算出这日本弟媳肚子里的 到底是男还是女 命运之神还挺照顾溥仪 撮鹅号又生了个女孩 普杰夫妇连生了两个女孩之后 每天下班后 都会被哥哥普仪叫到宫里 聊天 喝茶 东扯西扯 很晚才被放回家 一天如是 两天如此 竟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有时候实在没得说了 就拿出点心让普杰吃 刚开始 普杰想不通 哥哥这大半夜的扯啥闲篇呢 当普杰又一次跟哥哥聊完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的时候 看着熟睡的妻子 普杰恍然大悟 明白了 之后 普杰和撮鹅号一直没再要孩子 关东军还没等到撮鹅号生男孩 抗日的战火就蔓延到了长春 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 唯满洲国很快就濒临崩溃 日本战败一成定局 这天 撮鹅号突然接到日本军官 竹田公夫人打来的电话 他劝撮鹅号跟他一起回日 撮鹅号没答应 说他要留在这里 请不必担心 撮鹅号留在中国 他到底要干什么 1945年8月 苏联向日本宣战 苏军前锋很快就逼近了 维满洲国首都长春 关东军决定带着溥仪 溥杰等人退守通话 还下达了战败自杀的命令 溥杰听了这个命令 就很生气 都到这一步田地了 还要被日本人牵着鼻子 去什么通话 还不如就在这里结束迎接 浮杰殿下 突然掏出手枪 想要自杀 在这个时候 浩夫人疯狂地扑了过去 夺下了他手中的枪 并对他说 现在 我们还没有盗摇死的时候 还会有办法的 还会有的 措恶号的话点醒了浦杰 他突然想到母亲的遗言 在困难时候辅助你哥哥 更何况他还有妻子和两个女儿 想到这儿 浦杰按照关东军的指示 开始准备转移 措恶号只带了急需用品 把多余的东西都分给了佣人 还在随身带的行李中 悄悄藏了一把短刀 后来二嫂告诉我 她是想了一把刀来防身的 可是我送给年代 日本战斗 她又是个日本人 孙子 一定会更复杂 好 好